未在慈怀中途之家的资商室 虽然已经有空间可使用 但还需要透过装潢整修来美化 同时未来还有课程规划 让遭遇不幸或一时迷失的孩子 能接受资商辅导 步入生活正轨 不过两间资商室整理起来 预估需要超过60万元的经费 慈怀基金会正透过挖背平台募资 替孩子打造一个避风港 我想慈怀基金会长期在做 儿童少年的一个保护跟辅导的工作 在我们安置的孩子里面 其实有七成的孩子 在过往的成长经验里面 经历了种种成长中的创伤 包括一些成长中的痛苦 或是说情绪各方面压力的问题 那导致他们其实在后面的学习 各方面其实都遭遇到一些困难 那我想我们在保护照顾 跟陪伴这群孩子的过程中 也发现了这个需要 所以我们其实长期有在针对这些孩子 做一些心理智商的一个计划 辅导计划 那这次我们慈怀基金会就特别呢 希望在我们的心理智商室里面 能够做一些空间的优化 那增加我们一些动态跟静态的一个心理智商的空间 并且也能够再投入更多的一个心理师 或相关的专业进来陪伴这群孩子 然后有更多的设备 所以我们这次呢才在我们的一个平台 叫挖背平台的进行心理智商的一个目击计划 募资方案分六阶段 达到10万元启动修缮智商室 达到22万元则施作装潢 达32万元能进行心理智商治疗 达54万元优化智商室环境 达64万元可因应整年度智商费用 并完成所有智商室 那我们的募款金额这次在我们这个挖背的募款 心理智商的募款金额的额度是64万 当然如果呢社会大众很支持 很响应我们这个心理智商的孩子的疗愈支持计划 金额更多 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孩子的保护跟辅导的工作 我想资外基金会这几年在照顾这个个案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有7乘7的孩子 其实都需要做一些心理智商 除了他们刚刚前面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除了成长中的一些困境 或是他们自己心理情绪的压力跟挫折 那普遍这些议题都会影响他们日后的生活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透过我们的心理疗愈计划 去阻断这些孩子过去成长不良的这些困境 网络募资期间从12月14号到113年的1月31号为止 目前募资金额约4万5千元 赞助还会赠送回馈品 感谢支持心理疗愈的每个人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和采访报道